陶渊县为了弘扬笑道 表达对父亲的感恩 借由父亲节的到来 举办表扬模范父亲的活动 现场请到50位模范父亲当中的三位 分享他们的人生经验 获奖的模范父亲邱仁俊 本来是一位装潢师傅 因为一次意外导致下身瘫痪 一位副监事告诉他 只要努力一定会有奇迹出现 邱仁俊也因为这句话 真的让自己从轮椅上站了起来 从轮椅到四一下拐 然后到四点拐 到现在单拐 我真的是站起来的 邱仁俊运用灵敏的双手及巧思 变化各种造型气球 从下肢瘫痪到当街头艺人 勇敢地走出昏暗 另一位模范父亲陈章龙的妻子 罹患梅尼尔时政 儿女也罹患了风唐尿症 每天除了工作 还要帮孩子施打胰岛素 虽然一直是父兼母职 依然不忘家庭教育的重要 就是要听他们的声音 因为有时候我们做父亲的可能 我们都想要用我们的权威去教育我们的小孩子 但是有时候 你要学习怎么听他们的声音 桃園县社会局邀请获奖的模范父亲 分享生命成长的点滴 他们的家人也分享了对父亲的感恩 在高中的时候 因为高中离家也比较远 那有的时候下雨天 那对我来讲是比较不方便 我很感谢爸爸就是每次下雨天的时候 都会到校门口来带我回家 藉由这三位永不放弃 乐观积极的模范父亲所展现的爱 希望唤起为人子女对父亲的概念 新团的电视胡淑霞许娟 台湾投员采访报道